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春 叶温 叶温七岁拜师沿袭永春拳法 1950年 叶温在香港教授永春拳 世界著名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就是他的弟子 2008年3月3日 功夫传奇片叶温在广东活山开机 叶温由香港功夫明星曾子丹来扮演 为了功夫两个字去看一部电影 但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他会把功夫的元素忘记 一出来就说 这部电影真拍得不错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野心 但是就在同一天 有香港媒体宣布 王家卫也将在年底开拍电影 一代宗师叶温 男主角叶温一角 由梁朝伟出演 相同的题材相似的片名 功夫巨星和一代影帝 要同时竞演叶温这个角色 顿时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 我对于演这个一代宗师 我对我自己挺有信心 我相信观众对我会越来越来越来越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相对的要花更多时间在创作那个角色方面 我认为要演一个一代宗师 我相信是需要在武术上一定的修为 不是用眼睛那么简单 了解永春泉宗师的人都知道 叶温是生活在佛山的南方人 他体型瘦小 个性内敛并带有书卷气 而真子丹虽然是功夫明星 他的外表却与叶温个性内敛 并带有书卷气的外形相去甚远 许多媒体认为 梁朝伟带有书卷气的外形与叶温更为接近 但是真子丹却不在乎媒体的质疑 因为为了扮演叶温的角色 真子丹已经等待了十年 关于一代宗师叶温的传奇人生 很多电影人早就想将其搬上荧幕 但筹拍过程却一搏三折 1997年 香港导演刘振伟和武术指导袁魁 组建了一个电影公司 计划开拍公布片叶温 当时确定的人选是真子丹扮演叶温 周星驰扮演李小龙 订金已经拿了 核业也签了 但是后来等等原因 他的公司也倒闭了 这个项目就停下来 虽然电影夭折了 但是真子丹却一直在关注叶温 2007点6月 正准备拍摄电影《魏斯里传》的真子丹 突然接到了制片人王百明的电话 他在电话就跟我说 我们暂时不要拍《魏斯里传》 我们拍《夜温传》吧 那我问他 那个版权的问题怎么样 他说版权已经没 应该没设 王百明所在的香港东方电影公司 决定斥资4000万元开拍电影《夜温》 而且只有5个月的时间 他们要抢在王家卫之前 抢占年底的贺岁片达 十年前 郑子丹曾与这个角色擦肩而过 十年后 他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会不会是我一个缘分 上天安排我那么多年后 总是要出来扮演这个角色 能够扮演这么一位人物 对真子丹来说是他的荣耀 同时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工夫高手 他是勇军派的一代宗师 当时我告诉我自己 除了要跟那么多人给一个交代 叶准老先生他们叶家的人 还有那么多人练武术的 练勇春拳的 最重要的时候 对我自己有一个交代 为了在外形上能与叶问相似 真子丹必须要改变一把勇猛的肌肉型硬汉形象 叶问他是带有数捲胃的 他比较瘦的 所以我就故意的去捡了十公斤 怎么捡的过程 我在拍摄的那几个月 几乎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从拍摄的第一天起 真子丹坚持每天只吃一顿饭 但是每天一顿饭的体能 却支撑不住高强度武打戏的拍摄 在拍摄期间 真子丹经常有支撑不下去的感觉 我本来就是不胖的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瘦的人 但是多年来的锻炼 给我有肌肉 我只是把一些多余的一些 甚至肌肉都把它消耗 把它剪掉 变成一个很瘦 甚至我的脸都塌下去了 就这样子 在片场 只要没有真子丹的戏份 他便自己坐在旁边不动 尽量去保留住自己的体能 直到真正开拍时 才开始消耗能量 坦白说 我告诉你 是一个非常很困难的事 我在整个拍摄的过程 我是尽量去保留自己的体能 大家不拍戏 不拍我镜头的时候 我坐在那边不动 然后就保留一些 好像一个跑车 把钥匙打开了 那个炒车 但是我不踩油门 每一次 大家去吃饭 我不能吃 我就坐在那边去 去想一下 我怎么去处理 一些细节的一些细 正是这种坚持 曾子丹在短短几个月里 减掉了十公斤 有一两天回香港的时候 有休息的时候 他也见到我以为我病了 他吓了他一跳 我就说 有没有事 我说没问题 我主要把那个角色演好 我就可以了 剪掉了多余肌肉的真子丹 在外形上似乎找到了叶问的书生感觉 但是叶问的儒雅气质仅仅依靠外形瘦弱是不够的 曾子丹过去实演的角色 大多个性张扬 脾气火爆 几乎所有的看点都是胡打戏份 如何能把叶问文系的部分表演到位 曾子丹特意找到了叶问的长子叶准 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叶问生前的情况 然而当八十多岁的叶准见到真子丹时 却对他能否演好自己的父亲表示出强烈的质疑 叶准认为真子丹根本不适合出演叶问 我的风格跟他爸爸完全不一样 因为导火线也好 撒跑也好 一直以来都给人家爆炸性很强 杀伤力很大的那种风格 他是觉得他怎么把他的舒卷位演好了 真子丹并没有因为叶准对他的怀疑 而放弃饰演一代宗师叶问 为了取得叶老先生的信任 也为了更好地揣摩叶问内心状态 真子丹说服了叶准 跟他一起回到广东佛山去体验生活 要了解一个人不是一两天的事 你肯定要很长时间地去探讨 那我自己告诉自己 我首先要回去他的成长的地方 他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就确定回去佛山 跟他曾经住过的一些地方 甚至以前真的认识他的一些乡里 都聊天 就是叶问究竟是怎么样 广东佛山是叶问的故乡 也是永春泉的发源地 关于永春泉的起源 后世众说纷纭 有说是清朝初期 少林弟子五眉师太偶然看见 蛇鹤相争而悟出的泉术 也有说是五眉师太的徒弟 与颜永春自创了这套拳法 今天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武术协计 都受到那种风格 那种拳法的那种风格 那种南方的四平八稳 四平八稳一朝一室 那种南方的味道影响得很大 练习永春泉要操练牧人 这就是永春泉独有的牧人庄 所谓牧人庄 是用木头做成一个 类似人形的器械 传说这是永春师傅 在弟子即将离开师门前 特意传授的一门功夫 为的是使弟子在离开之后 仍然可以早晚把牧人庄 当作对手操练 以防记忆生疏 饰演叶问的甄子丹 此前并没有学习过永春泉法 练好永春泉的基本功 是要练好牧人庄 所以早在电影开拍前的几个月 甄子丹就已经随身 带着牧人庄练习了 当时在酒店房间 我就摆了一个牧人庄的每次 我收工拍完画笔 我就回去 就是把那个最重要 永春泉里面的牧人庄 就是锻炼 把旁边的重心在威力都吵醒了 他每天都埋怨 在永春泉中 简单意味着实用 直接意味着速度 全快而防守紧密 讲求的是短兵相接 多以小臂接触对方 化解对方力量 与其他武术不同 永春泉强调一张八仙桌内定输赢 他的理论就是中线理论 永春泉是很直接 它很简单 但是很难学 医学南京 他的中线理论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体分几个地方 先把它分开一半左右 然后在中线的范围里攻击的所有的位置都会在那个范围上 要演绎这样一种武术风格 对甄子丹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大家都知道你技能打 传方而已 甄子丹是继成龙之后 香港动作电影的代表人 一直以来 甄子丹都在推崇真功夫理念 即以真实的武术功底为基础 表达电影里的武术 他的电影讲究动作的快 很猛 汇集了中外各种实战性技巧和经典高难度动作 2005年甄子丹主演的《沙破狼》 在多伦多电影节供应后 得到了中外影评人前所未有的褒奖 之后 甄子丹又拍摄了龙虎灯河导火线 他逐渐将世界最流行的混合格斗 加入到电影中 混合格斗概念创始于美国和欧洲 近年与世界各地盛行 这是一种综合性打斗 没有任何规则限制 打败对方是唯一的目的 柔术 拳击 太拳 摔跤等不同国家的武术都会被综合运用 我认为武术就是那么直接的一门能打倒人的功夫 擅长混合格斗的甄子丹对永春拳却很陌生 如何从华丽的打斗风格回归到传统的武术意境 对甄子丹来说是个不小的跨越 那么在演的过程我下了很多功夫就是 比如说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我以前的动作怎么把它改过来 这个是一个重新要那种所谓的混合格斗里面 我怎么把那种东西把它改过来 重新就要调整一下 红金宝是当今香港功夫电影的五大权威 曾经拍摄过两部关于永春拳的功夫片 对永春拳有自己的见解 作为叶问的武术指导 红金宝负责对片中的打斗场面进行设计 可能他们设计一些东西 我作为叶问最投入的个体 可能有时候我要告诉他们 叶问可能不是这样子 可能我跟红金宝大哥说 可能不是那种永春的味道 可能我们要调整一下 把它再改一下 永远不能超过那个框框 希望把那种最准确的叶问 那种风格把它演出来 我第一个镜头一拍出来 叶 北线跟我说 没问题 肯定成功 你就是叶问 他很有信心 这是金武门 剧中成真的扮演者就是真子丹 这是电影叶问 叶问在日本道场打斗的画面 这两场戏无论在场景设计 还是服装道具上都非常相似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真子丹扮演的叶问 与之前扮演的陈真 全法 气质 包括眼神 其实完全不同 我的衣服那个场景都跟陈真那么像 那么在处理一个不小心处理不好的话 很容易 你就演陈真了 你有什么差别 从你的眼神 从你走进去 从你打的过程 稍微有点偏差 我都会 都会 都会 效果不好 所以那场戏应该难度最大 怎么让 大家对于一个人打很多人的那些场景 在进步文里面看过的 类似形象 好像外面奥 有点像 但是出来的效果不一样的 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武打戏的拍摄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几乎所有的武打演员身上都伤痕累累 真子丹也不例外 真子丹身上多年的久伤复发 成了他拍摄中最大的困扰 基本上右手右肩膀都没有办法提起来的 每一个镜头都需要很大的一些意志 把那些痛楚忍住 然后把那个动作完成 为了充分展示出咏春拳的速度和力量 镜头前的真子丹必须忍住疼痛表现完美 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完成得十分艰难 很多部电影累积起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里面的骨头全部都是歪掉 很多旧患 很多伤 甚至我今天 每天晚上 我睡觉都没有一天好睡 在一场真子丹与众人的对打戏中 一把斧头一百伤到了真子丹 在那个时候 我好像有一场戏 我跟我的对手放下王 他拿了一个斧头 他那个斧头就是 反正就是他在那边攻 然后我用一些泳春的手法 把它挡住 然后很潇洒地 他们这么打过去 但是我为了 反所谓的泳春的那种潇洒的那种动物 全部都把它演出来 当时我就挡了那一下 一挡了一下 一抓 然后那斧头 刚好在那个眼睛那边 就打到我的眼睛 就马上通地都是血 差一点点 我相信我眼球都会 打爆 这很恐怖的事 其实这样的意外 曾子丹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 这是他拍摄动作片以来的 第四次受伤 跟李连杰拍 就是他有一个动作 就是在空中转一个圈 然后我们两根棍 两个对打 结果很用力 就是刚好那个棍子 没有打到那个阻力 就过了那个阻力 就打到我阻力 但是我不能散了 我要做我的表情 所以我在坐在那边 做表情 然后当然散不掉 就啪一下 就打到我的眉毛 就往后退 那个血就好像 那个血柱子一样 喷出来 2008年8月25日 电影《夜问》拍摄完成 2009年的贺岁片中 葛优主演的《非诚勿扰》 是都市喜剧 梅兰芳是历史证据 只有夜问走的是动作路线 自然 曾子丹的打戏 成为吸引观众的看点 发布会上 曾子丹表示 这是自己从影20年来 最满意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如果10年前 给我拍 我肯定失败 因为 世界上发生任何事 都需要一个 有效很难解释 肯定是上天安排 为什么这样做 10年前 我肯定没有今天的成熟度 不仅是在演技方面也好 人生的经验也好 就算我武术的理解 也不一样 要演一个一代宗师 他肯定需要 很多方面的一个成熟感 成熟度 所以 这个完全是一个上天的安排 他治疗乳腺癌 并不是单纯的切除乳房 他把乳房切除和乳房再造 结合起来 他可以送给患乳腺癌的女性 一个全新的乳房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乳房重建手术专家 任国胜 请不吝点赞